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8月4日 星期四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消費券有新消息 就說到百達通公司宣布 如何能夠透過百達通取消費券多150元 和各位網友在這一節簡單討論 另一邊雙也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網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明報的最新報導有關消費券2022 百達通取得有什麼好處 8月7日開始百達通消費 頭100萬人集齊8個印花獲得50元 12個印花獲得150元的增值獎賞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政府消費券第二階段在8月7日開始分歧發放 不少人選擇以百達通領取消費券 百達通提供消費券 相關的現金獎賞是如下的 首先是易用意想最高獲得200元的現金獎賞 推廣期內使用已經登記的消費券的百達通卡 單前零售滿200元 即是不包括公共交通工具 一些泊車消費等等 就可以獲得印花一個 頭100萬名集齊8個印花的用戶 就可以賺取50元的百達通增值額獎賞 另外不論是否獲得50元的百達通增值額獎賞 用戶可以繼續累積印花 頭100萬名集齊12個印花的用戶 可以賺取150元百達通增值額獎賞 即使用盡消費券 仍然可以為百達通卡增值 以繼續累積印花 另外此前一直原用的百達通領取消費券的現有用戶 可以率先獲賞5個印花 大家看到相關網站百達通公司的網站 有相關圖表 簡單來說 儲印花 如果儲到頭8個印花就可以獲得50元的增值額 然後繼續儲到最後12個印花 就可以賺取150元的現金獎賞 大家亦可以看看怎樣查到 就是用百達通的apps 按入消費券 然後再登入選擇消費券圖示的百達通 最後點選擇易用意想圖示 然後點選合資格百達通卡的號碼 到時你就會看到自己儲印花儲到多少了 百達通公司推出儲印花來換增值額 即現金 頭8個印花換到50元增值額 儲舊12個印花位位送多150元 原來前後加上200元掌上 當然頭8個要快點 最快100萬人才能獲得 巧氣不少老人家 當然無論拿不拿到頭50元也好 你一路儲存到最後的12個印花 一樣能夠拿到150元的獎賞 留意怎樣儲存到一個印花 就是會撤洗夠200元 不過就不包括泊車和公共交通工具 當然就是當你儲存完就會顯示 百達通的apps就可以查到那個進展 估計接下來應該有些更簡單的方法查 若然到期時到推出的時間 狂仔就再跟各位網友說說 怎樣說也好 估計絕大部份的朋友 都是用百達通拿錢的 百達通相關的消息我們會持續跟進 令編商跟各位網友說說另一則網絡熱話 話說餵母語的同事 每天要泵奶幾個小時 累到另一位港女要接手他的工作 搬衛生署指引 直接他偷懶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在職媽媽不易做既要處理好事業 亦要兼顧孩子和家庭 而產後回歸職場的媽媽 更加需要同事們幫忙 有位港女日前發貼文只有剛剛放完產假 從頭工作的媽媽級同事以威母語為理由 會花幾個小時泵奶 導致工作滯後需要交給他接手 變相令他工作量增加 因而不滿搬出衛生署指引 批評對方有意偷懶 鐵文引起網民的熱烈討論 有人認為同事之間應該要互相體諒 也有人指港女可以向上司反應問題以便分配工作和維持同事的士氣 那位港女早前投稿 去到Facebook專業公務員Secrets 指她任職部門員工人數不多 近日一位女同事放完產假後重返工作 本來以為一切可以回復正常 想不到女同事一日腦諷 泵幾次奶 連同午飯時間長達幾個小時 令到她不禁鱷魚 連麥吃飯 不如你回家做家庭主婦 那位港女指上司得知女同事需要花時間泵奶 未能夠按時完成工作 所以將部份工作交給她處理 變相增加了她的工作量 但女同事不但沒有感恩 甚至會惡言相向 就說做就我做 功就你漂亮 有時多說兩句 去得久就說我歧視你 感動不滿意的港女於是查閱衛生署指引 指出政府建議雇主會日 是給雇員兩節會節約摸30分鐘或合共一小時的授予時段 並質疑女同事根本猶疑偷懶 就說合共一小時而已 你憑什麼天天去幾個小時 她更加指見到女同事的行為 被刺激得想有樣學樣 就說小妹看到她這樣 都決定儘快懷人跟她賓奶 那鐵文引起熱烈討論的網民各有意見 有人認為在職場的媽媽需要時間適應工作 同事之間應該要互相體諒 就說做人奶媽有多辛苦 未做過根本不會明白 除非她是借故去蛇王 如果她真的有這個需要 體諒一點點 最多幾個月至半年 不過也有網友認為 港女可以向上司 反應工作情況 以免不公平的情況出現 影響同事之間的士氣 就說 有時又真是很老諷 破壞規定的原意 真是不抵幫 工作還工作 兩三個月都可以包容 長期下去工作要轉移的話 人工是否也要轉移呢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一則的網絡熱話亦發生在職場 問問各位網友的意見 若然你有一位同事 天天都要處理 即是餵捕人奶的狀態 兼且用幾個小時 那你又會怎樣 原來有沒有好像這個新聞當中的女主角那麼不抵 還是互相體諒就可以 不妨劉過言一起聊聊天 另一雙也說說有關打針的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六個月大至三歲幼童 今天開始 可以打科興 頭半小時 有150位家長在網上預約 報導的內文是 錦隔本港年齡介乎六個月大至三歲幼童 從今天開始 可以接種科興新冠疫苗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何楊佩恩 今早到土瓜環視察兒童接種疫苗過後表示 開放接受預約過後 頭半小時 已經有150位家長在網上登記 他認為反應良好 楊佩恩早前已促請 家長盡早為年幼子女安排接種疫苗 各位家長朋友就留意 六個月大至三歲大的幼兒近日開始可以打針 網上可以預約 不過估計很多家長朋友都會先觀望一陣子 始終直到擔憂的小孩打針的反應未必能夠清楚表達 有觀望態度也是人之上情 各位可以看著預約狀況 每個人對打針都有不同的看法 最重要是來自自己的決定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完廣告來支持狂仔的老友記 未來這星期日就是派發消費券 這次分批派 第一次派2000元 無論你用甚麼的存值支付工具也好 都是2000元 估計對經濟的提振作用有一點點 不過一點也不多了 所以這裏各界都問是否想透過這個方法 就可以振興全港的經濟 還是如才爺所說 未來已經調低相關的經濟預測 是否應該要想想多些方法來扶持一下 即基層市民無論是派能源津貼 或者改革長者生活津貼 甚至派多一期消費券等等的方法 這些方法都在了 只差在政府高官做不做 沒有這個原因而已 說明澳門面對疫情 扔100億200億 扶持民生 雖然不是絕對對等 不是扔了錢 就能夠解決很多問題 但至少在香港 扔多些錢 令到基層市民的經濟壓力沒有那麼大 的確幫助都是有一些 我們就繼續創意 繼續跟進 我是曠正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